第2次理解風景的文學獎 由現在開始到6月29號開始政經 公開計算信息三文 第一篇秀書、報道文學、微秀書、電視、電影、九本 六段路以外 今年特別新將傳統系列 來提供傳統系列創作和提供團成 今年總獎金額達135萬 是兩年最高的經驗 歡迎該文學屬下創作的朋友拥有導購 蕭蕭老師的故事屬金手 大埔的民族台和士兵老師各個建造 採送到風景文學獎得的風菜 八卦三角的風 今年中華風景文學獎前文的主題 是吹拂三角的文學之風 上上過期二十多年來 風景文學對近代文學的團成 像像文流的風 一直將文學待到我們的新曲名 從民國八十八年開始 中華館每年都會基盤風景文學獎 讓文學要好吃到創作才有典型的舞台 提供了中千國台官模合同的機會 讓風景文學可以團成 活化中華文學風氣 這由中的優良的文學作品 來提升中華文學的水準 黃需文學獎從今天開始一直到六月二十九號增見為止 那我們過去有六大類 包括有新詩散文 那微小說以及我們的這個劇本 以及這個有六大類 那這一次我們又新加了一個這個傳統的詩 那就是希望說讓我們這些 喜好傳統的詩的朋友也有多一個舞台 那這一次的我們的主題 是這個吹拂三角的這個文學之風 那讓大家能夠抒情有對於我們 彰化相關的人文風采 那也透過這樣的話讓世界知道彰化 那在這邊歡迎有興趣的我們喜好文學的朋友們 可以利用這個我們黃需文學 來舒展你的這個對彰化的這個感情 那這一次的獎金也 這個不同於過去 因為我們增加了一個這個傳統詩 所以今年的獎金 總獎金是一百三十五萬 那歡迎大家多來投稿 中華館政府有一個鼓勵文大中優秀的創作者 由文化局創辦方客文學長到現在已經有二十二年 透過國際的文學好笑 這由不一樣的寫作形式 讓中華的人文風情可以在到演唱 并且拍攝在地的文學軍機 今年記者會也特別邀請六年得主回來後頭 將孫下中華在地的這份美好 團合更多愛的文學俗下創作的人 第二十二天給方客文學長前驚 從今天開始 一直到一百零九年 六月二十九號為止 歡迎對文學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報名參加 新中華新聞 北邊林中華 彩虹伯德